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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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第四節了 我終止等到那個結果了 我起初就有點悲觀了 我覺得未必今天節目完之前可以等到 但anyway我們都連這個方向會錄都不用探錢了 我們現在已經是知道那個結果了 就是印度是成為第四個國家將這個太空的飛行器降落在月球上 那哪四個啊? 第一就是1966年的蘇聯 當時有一個叫Lunar Night的那個計劃 第二才是美國 第三就是中國 那現在第四就有了 就印度而不是俄羅斯 是 但是我們首先講講俄羅斯那裡 俄羅斯應該是前幾天應該就嘗試降落的 但是就太驚 那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為什麼會這樣呢? 好有趣的 這次就是你發覺俄羅斯和印度差不多時間開展這個再次 就是再次登月 為什麼說再次呢?其實印度四年前試過失敗了 四年前已經是2019了 這次就再嘗試 上次就是臨到下去那一刻就硬著陸了 那蘇聯就更加早了 1966年已經成功了 但是蘇聯似乎是很想 就是這次應該是俄羅斯 到了俄羅斯時代 它是很想表現給全世界看 就是我可以完全接收 那時候都繼承昔日蘇聯流下來的那種光彩 就是譬如他們在太空計劃上面 那個勝利者的姿態 是那時候嚇到美國都被那裡侮辱的嘛 就是嚇到美國趕快就說 哇 我們在那個機器軟著陸 月亮那裡已經輸給蘇聯了 所以美國趕快就要搞這個再人的登月計劃 那後來就是有了那些 就是我們知道的阿波羅計劃那些這樣的東西 但是很有趣 就是在那個蘇聯 它最後一次的登月計劃 是在七十年代完了之後 是說有成四五十年 是沒有再搞登月計劃的了 就是到了蘇聯後期 到俄羅斯的早期都是沒有再搞 中間沒有經歷過任何練習探索和更新 就直接就是一下來了就是我就登月了 就是你都不會說派人家去再試一下 你可以比較一下 美國它先前再人登個月 但是它接下來搞Artemis計劃 中間鋪排了多少東西去試 就是接下來我們又可能一會再提一提 那個SpaceX那裡又上次不行 那現在又想著又再搞一次那個Super Heavy推進器 可能接下來再過一個多兩個月 又會再看到它一次測試的了 但是俄羅斯似乎它就很想告訴人 就是我可以完全重複回以往成功的經驗 中間就完全四十幾年動都沒有動過 突然之間一下子就要上太空 還要登陸月球這樣 但是你看到就是衰了 而且我個人一個看法就是 我覺得這個錯誤都很嚴重 還有是至少比起其他國家曾經犯過錯誤來講 是比較噁心一點的一個錯誤來的 那麼這就要解釋一下 那麼很多時候在一些這樣的登月計劃裡面 就是我不是說再人好不再人好 你一開始離開了那個地球引力 就向著月亮進發 向著月亮進發的時候呢 你就是不停地要改變的軌道 從而你能夠進入月亮軌道 而進入月亮軌道很多時候不是一下就行的 你一開始為了保險一點 你就彈求進入月亮的萬有引力就可以了 於是你能夠成功圍繞著月亮轉 你不要管距離多少大一點就無所謂 首先讓月亮的引力俘虜你的飛行器先 這個無論是阿波羅計劃還是任何其他日本搞的 印度搞的甚至中國搞的計劃 他們都會想的了 進發環繞 然後就準備進入一個低軌道 然後在一個低軌道就準備安排降落 就是這樣 大家都記得阿波羅計劃 三個太空人上去 但其實只有兩個是落月亮的 另外一個在哪裡呢 就在一個月亮上面 一個比較貼近月亮地面的低軌道不停地繞圈 然後下面那兩個 可以搞定上得回來就才上回來 再在一個上面那個parking orbit 那個叫做停泊的軌道上面 來去再匯合 在這次這些不是載人的計劃裡面 一樣有差不多的東西 印度也好 俄羅斯也好 他這次都是發射 向月亮進發 給月亮的萬右引力俘虜 然後鎖定他的軌道 將軌道慢慢調教 比如像印度一樣 他是進行了七次的軌道調教的 每次就將軌道縮下一點 慢慢就包貼了整個月亮 最後貼到一個地步 是來月亮地面 是少於一百公里那麼近的 其實來說算很近的 一開始大島的地步是來幾百公里 甚至上千公里那麼遠 而且最後那個軌道不是很漂亮的圓形 只是橢圓形 你慢慢把它收窄 然後將軌道越來越收貼 變成一個橢圓形 做漂亮的這一步 你才開始把你的探測器降落下去 那麼俄羅斯 他就連收靚的軌道這一步都做不到 就在其中一次的變軌 想準備邁向收靚的軌道的那一下 就撞了 硬斑斑撞了 簡直是失了聯絡 不知道飛去哪裏 到後尾斯朝原來是撞了 所以我會說是一個多嚴重 和相對是距離成功的目標都還是比較遠 而上次無論日本好印度好 就已經收靚了軌道的了 是到最後落地幾分鐘那一下出事 很多時候就是這樣 最容易出事就是往往最後一下 所以我覺得很多現在急起直追的國家 他們其實最苦惱都是去到最後一步 所以都要恭喜美國 恭喜中國 恭喜這次印度 能夠克服到最後最難的階段 成功做到軟著陸 但是剛才你說俄羅斯那個 就是它之前蘇聯那個時代已經做了 只要用蘇聯那個時代的計算模式 就應該做到 對了 這個就是 這個很有趣 你用舊的東西行不行呢 不是不行 但是往往很可能你就會想 我們今時今日 有一些東西就不用做到這麼笨重 可以做到更輕巧 同一套的運算我可以就是把它更新 譬如說那時候沒有晶片的 是不是 現在我們可以將一些大型的儀器 就縮到一個晶片這麼小 然後你重新設計那個algorithm 將那個運算放在晶片裡做 OK 以往他們去做呢 就是那些electronics就很笨重的 而且是很慢的 而且其實很多時候都真的要靠個彩數的 就是我夠膽講 因為那時候蘇聯去搞這些計劃 那個成功著陸率不高的 他們其實試了十幾次的 成功了兩次而已 所以其實那兩次很可能是 就是撞彩的 其實真的是 那你如果這次你想做得這麼不撞彩 你一定要依靠著今時今日那套晶片的運算 來幫你調教那幾個噴射器 怎樣維持著那件探索器的平衡 OK 所以有些要重新設計 而在這裏 就是俄羅斯法國原來他掌握不了 那這裏可以提一提另一個新聞 就是在俄羅斯那個著陸器 就是墜毀了之後一個多鐘 他們其中一個顧問的科學家 叫馬洛夫的科學家 就馬上倒了要進醫院了 他應該是有份參與 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蘇聯的項目 所以他才能夠在這次這個項目做顧問 那他就很慨嘆 應該有生之年 我看不到俄羅斯能夠成功登月的了 因為他都成九十歲 然後他也都說了就是說 很可能就是在這個軟件 那個運算那裡的環節出了問題 會不會有人寫錯程式 檢查不到出來呢? 為什麼我給了一個參數之後 他不是根據我給他的參數 來去我想去的地方 去我想去的方向呢? 那現在俄羅斯就有時間搞了 究竟那個錯是出在哪裡呢? 他們暫時沒有任何消息 沒有任何公佈 但是同一時間 他本來想搶給印度早幾天 去搶先著陸這個月亮的南極的 那現在就變成了 印度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國家 去著陸到月球的南極 那如果是人在那個月球的軌道上面 是不是那個降落是相對比較容易一些? 就不用現在這樣了? 這裏就要參考美國阿波羅計劃 其實就會是你用人來去駕駛 就是用人自己的感覺來去 那當然就是說 我就會說 如果你有一個訓練有數 地面上面也訓練足的那個飛行經驗的話 那個飛行員本身那個駕馭能力好呢? 照計是可以安全一些 但是當然萬一出事的時候 那個代價就是人命 那這個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不做 不如說索性做好一些 現在你飛機都有自動降落呢? 那會不會將來我們可以做到自動的呢? 就是基本上那個飛行員那個 對他的駕駛能力的要求不用這麼高 他看著那些機器沒有什麼問題 那找對的地方按個按鈕 就自動一些東西幫你電腦搞定了 自動駕駛 那當然大家追求那個 未來的月亮旅行 或者其他火星登陸 那個就是追求這種安全的級數的 那為什麼在這個月球的南極降落 是一件這麼重要的事呢? 那這樣說呢 只要你找到一個 先前其他國家沒有著陸過的地方 你都有東西可以威風的了 那但是呢 在月亮的南極和北極 我覺得是有一個獨特的意義的 如果你在月亮的比較赤道的地方 那很簡單你看到的溫度變化很大 熱的時候熱到四百多度 跟著背向了沒有太陽曬的時候 就變得只有零下一百多 差不多二百多度這樣 零下 那如果你是去到那個北極和南極 我們以前 就是幾個月前 《方學生之友》有講過的 美國就是找到一個相對比較 氣溫適合的地方 那個位置就是因為那些南極和北極的地方 它那個也沒有很強的 那些天氣溫適合的變化 但是相對那個太陽是斜射 就算有太陽直射的時候 那個溫度可以比較溫和 甚至找到一個地孔 甚至乎基本上是水 液體水應該都可以在那裡出現 甚至也有理論提過 就是這些南極和北極的地方 會不會有殘留的水分在那裡 這個BEC有講的 現在主要是因為那裡有水 有水就是其中一個科學的研究 就是看看這個水分 對於生命的創造有什麼角色 還有在其他的星體裡面有沒有水 但是還有一件事 他想上去之後在太空站 喝上面的水 是啊 是啊 而且你要提取那裡的水 一些都不容易的 你以為那裡挖個井有水嗎? 不是的 那些水比沙哈拉沙漠還難拿 那些沙哈拉沙漠 就是他原來查過那裡的那些 我不一定是講南極 可能南極 那個月亮南極可能出現一些地方 那個水 就是那個冰 不是水啊 可能是冰的份量比較豐富的 但是你隨便如果一般的那些月亮的沙土 你不得比較深呢 它裡面那個水的含量 比起你沙哈拉沙漠還要低一點的那個濃度 所以你要提取那些水 需要的那個能源 就是會很高 那你可以借助太陽的 但是那個水資源豐不豐富呢? 現在唯有寄望就是說 你去到南極 就是月亮的南極 或者北極去探索 如果是想像比想像中高 原來要掘 甚至有整塊冰結了在那裡 那就非常開心了 簡直就是 可以將它溶了就變水了 會不會是這樣呢? 我這個想法當然就樂觀一些了 但是在火星上我們知道 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 也都可以借用火星的例子就是說 你都不要以為如果在月亮的南極 真的被你找到救兵 你就這樣溶了就可以喝 可能你真的放到落口的時候 涵到你涵到喊苦的 都不奇怪 但是我會覺得 就是我覺得登月計劃 現在不只是說純粹登陸月球 拿上面的sample就算了 大家的探索很明顯的目標 就像大航海時代了 不只是發現一個地方 釘條柱插枝旗在上面 而是直接可以在那裡建立一個根據地 我不會說是殖民地 因為你那裡不是真的想在那裡是殖民 但是譬如說你有個基地在那裡 直接有個長期的基地在那裡 比較有可能就是這些南極、北極的地方 美國下一次的登月計劃 我們一直有講的 它的Artemis計劃 接下來就是 為什麼它要再上去呢? 它不是再上去插多次旗 是這麼簡單的 是直接想著接下來再上去 搬工具上去 搬發電廠上去 就有一個比較長期的 維持裝置在上面 就建立一個基地 是啊 那這裡也講得很清楚 就根據現在那個暴動就是說 印度很可能跟日本在2026年元首 就去探索一些有陰影 就是有陰影的地方 或者月球的背面 那大家做這麼多工作 其實都很簡單 就是在上面要建立基地 是啊 而且你能夠證明到 你有在那裡登月的能力 你參與那個叫做國際月球基地 你就基本上拿了一個護照 就是美國建立了 我為什麼要侵你玩呢? 除了我在地面跟你朋友的時候 原來你都有能力來的 於是我們就可以一起合作搞個基地 那很可能就是講著 哦 接下來那個美國建立 建立了基地之後 重複國際太空站的故事 那就是由美國先 跟著就由其他很多的民國一起去加油 那跟著會不會重複國際太空站的故事 最後俄羅斯又可以了 又來到了 那它都站在你旁邊 然後又跟你連著 但是它有自己的衛生裝置 跟著有必要時可以關門 大家又分開 那中國它又可能會在另外自己的地方 有個基地這樣 20年後的世界會不會就是這樣呢? 那這個我也覺得可以這樣發生的 是啊 是啊 除了這個之外 SpaceX也都有新的搞作是不是? 那個搞作就是要連接到先前 4月的時候它的首次試射 它就叫做累積經驗方面是成功 但是如果說它整個試射的計劃 有沒有按原定的完成呢? 就沒有完成到 那接下來就說什麼時候會再試射呢? 就沒有日期 但是在近期來說 SpaceX那邊就已經再公佈了 它那個叫Super Heavy 那個第一階的推進器 那個的設計又出來了 照片公佈了 另外呢 那個準備發射 那個新的發射台基地 上次用那個就射到爛了 那這次就加了冷卻氣 起那個新的發射台 又似乎又快就交了貨了 那另外還有一個新的改進的 上次因為有個問題就是 原來連那個火箭 有下面推進那個級 還有上面去再續航那個級 就沒有分離到 原來那個分離基本上它都分離不了 那這次那個分離的裝置 就都是引入回以前蘇聯時代 很提倡的一種分離技術 就這次呢 會是接下來會去試 那所以一次過去就 然後撿起碼至少三大的環節 那就準備去發射 那都是那一句了 就是為什麼跟我們的登月計劃這麼有關呢 就是因為接下來美國的 Artemis的發射計劃 準備就是用SpaceX這個 Super Heavy這個推進器 來運輸上去 所以就是說如果你要知道 美國的登月計劃進展呢 就都要留意SpaceX它現在最新發展 是啊 那麼你看下去呢 就單重圖片就看得相當之宏偉啊 這個是體現到那個私人的部門 在那個太空旅行方面呢 都是相當的厲害啊 OK 那我們這次要結束 我們下一次回來就是這個科豪的錄啊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啊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